我們剛剛談到 在智利的聖邦紀教堂上 出了一個不明的怪物 很像是龍 現在在智利上面 解密資料裡面 原來在智利上出現了一個 超過時速6400公里 就智利的空軍追上去了 然後開始有的對峙 飛彈了 打了過去 對方竟然毫髮無傷 我們看這報道 震驚呼嘯而過 但背景當中 卻出現一個點快速移動 有多快快到連戰機都比不上 慢動作再放大 這可不是攝影鏡頭沒擦乾淨 事實上當天 一共有7架攝影機 都拍到這個點 一直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附近的 巴斯克空軍基地上空盤旋 甚至還在戰機飛越時 一個Move就從機群下方 飛到鏡頭另一邊 當時民眾都來不及注意 一名工程師 在事後檢查影片時才發現 並通報智利一個專門調查 空中騎警的機構 據說這個物體飛行時速 高達6400公里 大約是音速的5倍 如果以遲到4萬公里來算 只要6個小時 就可以繞著地球跑完一圈 奇怪的是 這樣高速運行的物體 竟然沒有出現音爆現象 影片真假也因此備受質疑 東森新聞綜合報導 好 今天剛才談到的智利怪事 真的特別多 這邊出現了一個時速6400公里 另外根據解密的資料 在1980年 智利的空軍跟不明飛行物 有過對峙 發射過飛彈 可是對方居然毫髮無傷 對 南美洲這個地方 真的很奇怪 除了智利在首都聖地牙哥附近的 巴斯克空軍機體 這個時速到達6400多公里的 這個不明飛行物 如果換上音速是5倍的音速 這麼快 可以繞地球一圈 6個小時就辦得到 這樣的一個快的不明飛行物 令智利的軍方到現在還沒有辦法 向這位大眾說明 到底這個是什麼東西 而奇怪的不是只有智利 在南美洲這個地方 就真的跟馬老師講的就很奇怪 這些很多不明飛行物 就經常光顧這個地方 就拿這邊秘魯 秘魯之前在一場 國際的研究不明飛行物的一場 學術綜合的座談會的時候 前秘魯這個空軍司令 馬里亞胡塔斯 他是之前秘魯的空軍司令 他自己本身就有了一個遭遇 礙於當他是現應軍人 又是將領的身份 沒有辦法去告訴大家 他是空軍司令的時候不能說 可是當他退役之後 這幾年 他慢慢出席很多國際的場合 包括接受智利 秘魯 這些大小南美洲各國電視台訪問 他就提到 他當年1980年4月11號 那一段自己個人親身經歷 他19歲就成為秘魯空軍飛行員 相當優秀的一個飛行好手 22歲甚至架著他的一些戰鬥機 能夠拿到一些射擊冠軍 你看到是後來他們日立跟秘魯 那些當地南美洲一些國家 在拍了一些歷史的紀錄片 紀錄片就是他經由他口白去敘述 介紹他曾經發生在1980年4月11號 遭遇不明飛行物那一段奇遇 他說那一天他如同一網 就是要出那個任務之前 然後長官就來告訴他說 在距離那個我們這個秘魯 他的一個這個阿雷基帕市的附近 有一個這個拉荷亞空軍基地 上方大概500公尺 600公尺 高的這個高度 有不明飛行物 有一個氣球的東西 他們懷疑是間諜 在1980年代 秘魯是沒有任何航空氣球的 不要說什麼氣象氣球 間諜氣球都沒有 而且氣球一般來說 要飛到13000公尺的高度 他不會飛到那麼低 飛到600公尺 他們覺得不遜常 就派這個胡塔斯開著這個蘇霍伊22戰鬥機 秘魯當年是少數擁有 前蘇聯這麼先進戰鬥機 而且飛得蠻快 他就飛上去之後 他越看到他越近 他覺得這不像氣球 而且當他距離他1000公尺左右的時候 他就準備瞄準他 因為當時他開的這個 就是這個左邊這個 頭突突的這位老兄 他開始開著這個 前蘇聯蘇霍伊22戰鬥機 他機上有一艇機炮 是30厘米的炮彈 他立馬就瞄準到那個不明飛行物 他認為是氣球 他就想要把它打破 他就發射 64枚炮彈 就這樣 這樣出去 形成一道火牆 這樣出去的時候 你可以想像 那氣球應該破了 對啊 結果他說有些炮彈沒有打中 那個還掉到地上 但有些炮彈 他清楚看到已經擊中了 可是就好像被氣球吸進去一樣 沒事 氣球沒爆啊 而且還不斷地 維持在他的前方 保持500 600到1000公尺 這樣一個距離 不受任何影響 他就覺得莫名其妙 這見鬼啦 這什麼東西啊 因為距離差不多 他要至少一公里 所以他想要看清楚一點 開始追著他跑 他說他的時速從968公里 開始慢慢地加速到1.2倍的音速 然後這樣慢慢飛 快快飛這樣 飛得很快之後 他的高度從600公尺 爬升到2500公尺 甚至爬到12000 19000公尺 這樣的一個模式 來回經過至少三度的 這樣瞄準射擊 結果每當在瞄準他的時候 那個氣球又飛開了 然後一直到他 他幾乎炮彈都快打完了 然後他就飛到已經兩個 他跟這個胡塔斯所駕駛的戰鬥機 跟這個氣球 距離已經到他不到100公尺 他終於看清楚 那個氣球是什麼東西 長什麼樣子 他說天啊 那哪叫氣球啊 他說簡直是一個很 他從來沒看過的 一體成型的一種金屬物體 然後那個金屬物體 一體成型的金屬物 他說沒有任何的鉚釘 沒有任何的機翼 沒有任何的窗戶 沒有任何的發動機 沒有任何天線 他說如果是間諜氣球 他應該有天線 有一個一些或是傳導的一些零件 都沒有 他就一體成型 然後而且沒有動力裝置 也沒有排氣管 什麼都沒有 也沒有玻璃 沒有窗戶那些東西 他就覺得這是什麼 他後來下意識 他覺得他應該碰到了不明飛行物 趕快跟那個塔台聯絡 而且越飛越高的時候 他要想要飛的比他高 飛到19200公尺的高度 想要居高臨下去俯衝 這樣子對他射擊 因為雖然炮彈已經沒剩多少 可是他就想說 他可以把握最後機會 沒有想到 那個不明飛行物 飛的又比他高 而且在他飛得那麼高的時候 已經飛得太高臨界點了 他已經那個戰鬥機在抖動 而且他發現他的油警報聲 已經響了沒有油了 所以跟塔台聯絡之後 下令他返航 他本來是要請求塔台 是不是要請求派另外一架戰鬥機 上去支援他 後來塔台就沒關係 你就回來 所以後來他就回來 經過了22分鐘 已經離基地40 50公里 他才飛回基地 然後做一個機密的報告 他沒有洩漏任何機密 因為他是職業軍人 可是後來他在2000年 2006年之後 他突然看到美國FBI國家檔案上 在1980年 既然記載他這一段歷史 那就非常的訝異 他說原來對UFO的興趣 不是只有秘魯 原來美國這些國家 早就掌握他這樣一個情資了 好 那穿一下 我覺得最有趣的資料就是 都是這些飛行員 在就職的時候 不敢講任何話 一卸任以後 又是國防部長 又是空軍勢力 全部都說了出來 在美國還有一個非常神秘的地方 就是五大湖區 保安先生 美國呢 美洲真的很奇怪 在南部秘魯和智利 在中部有白木達三角洲 在美國的北邊呢 有一個五大湖的 有個密西根湖呢 它也是一個 竟然被稱為是 五大湖三角洲 那什麼東西 它也非常神秘的是說 它這裡面呢 很多船過去竟然就不見了 在1950年的時候 一個西北航空的一架飛機 2501 這個它從飛上去的時候 在29公里的時候 上面有58個人 那機長說天氣不太好 我說3500降到2500 一講完之後 在雷達螢幕上不見了 消失了 趕快了 就在芝加哥附近 大家趕快去救啊 58個人啊 就去到那邊 只剩下一塊機翼 一點點浮游 彩還不見了 沒有任何的東西 那怎麼會這樣子 那是不是塵到湖裡面去了呢 馬上開始潛水壺下去 保安先生 一直潛到他們 潛不下去的時候 沒有看到任何東西 可是裡面有人啊 那飛機炸掉了 或沉下去 走來回來找出來吧 他們用拖網漁船 順著這個湖 走過來走過去拖到湖底 最後到現在為止 58個人整架飛機都在這裡 不見了 就跟百分達一樣 然後在191898年的時候 一個玉米船在這邊沉下去了 可是沉下去的時候也急著了 玉米啊 木材啊 應該浮出來了 湖面上完全沒有東西 怎麼可能 木材會浮出來啊 完全沒有 甚至你都在 那木材呢 不見了 到現在為止找不到 甚至到了1998年 他們在做半寒展 一下蘇聯的教練 已經在這邊表演表演 一下子也不見了 到現在為止 人和飛機都也找不到 難道五大湖夜 有一個神秘三角洲 最怪的就是 在滿木材的船 船程下了 木材呢 我們休息一下會兒